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显称逆中的隐形战机歼20 透过F-16V战机上的SR雷达就抓得到 他把许多的重要的这样的一个 例如像电站甲上等等 全部都内缩在他的这个飞机的里面 所以事实上他达到一定程度的隐秘的效果 也就是说除了像F-35或者F-22的这种 全隐秘式战斗机之外 他大概就全世界仅次于这两款的 战斗机的隐秘效果是最好 号称最强大飞弹 发射后会转弯的AM-9X超级响尾蛇 以及中程空对空飞弹 足以嚇阻中国军机犯台 未来再加上对美采购全新的F-16V战机 建构台湾完整的空防网络 因应中国对台威吓不断增加 不仅台湾提升军事实力 连美军动派军舰在南沙行驶自由航行权 最近这段期间美国的军舰 有没有通过中国所控制的岛屿 12海岭内有没有 据我所知应该有 他在西沙的岛礁 他有进入就对了嘛 美军无据中国抗议 更与西太平洋盟友 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合作 就是要对抗中国快速扩张 威胁区域稳定 3759交往前往台北冲